因为走资超过8公斤的海洛因 而在印尼巴黎岛落网的贩毒青年 巴黎岛九人帮在关押19年后 终于要返回家乡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证实 剩余的5人已经在星期天抵达澳洲 阿尔巴尼斯说这5个人回到澳洲后 将继续进行个人康复 重新融住社会 这些事件始于2005年 澳洲九名光明试图走私海洛因被捕 全部被判处死刑 有期和无期徒刑 印尼当年不顾澳洲反对 处决了其中两名首脑 安德鲁臣和苏库马兰 一度引发外交风波 团伙中的唯一女犯人 已经将2018年获释 另一名男性成员 则因为癌症在牢中病逝 我会参加我 这一段是彼此子 我会参加我 先来红队 感觉 有点 有点 明天 我们会参加我 最后一部一位 之后 湿赶快